太空技术 其实很多人就在问就是要送太空人上去 没有,我们不是要送太空人上去 我们是要专注于如何建立一个 也是一个生态链 就是整个space technology 的 value chain 我们现在有两个比较看重的 第一就是那个火箭发射站 火箭发射站之前我讲过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优势 我们在赤道,我们是比较少天灾人 或没有在地震带,没有火山 然后比较少天灾 我们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电子工业 所以我们是很有优势的 所以我们要竞争成为整个东南亚第一个有火箭发射站 火箭发射基地的这个国家 当然我们去年已经推介了那个 guideline 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private initiative 就是我们政府没有出钱的 这是私人界 私人界自己来出钱来做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只是负责管理 我们负责regulation 所以我们去年我们推了那个 guideline 谁要做他就必须要跟着这个 guideline来申请 目前已经有公司就跟我们Maisa在谈着了 但是他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你要做feasibility study 然后做了feasibility study过后 然后我们也看能不能批 然后他才可以开工 所以他会拿几年的时间 那个是火箭发射站 然后第二是我们今年 其实就是明天开始 我们就会公开做 不是招标 但是是叫RFP Request for Proposal 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 但是我们会有六个月的时间 就是所有有兴趣的公司 因为我们是要本地的公司 来做制造那个摇杆卫星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摇杆卫星是那个 就是他拍那个 微信图的那种 那种卫星 不是通讯的 这个是摇杆 就是他拍那个 微信图的 这个摇杆卫星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用的 我们每一年大概花几千万 就是跟其他的外国公司买 但是我们现在是想 我们要发展本地公司的一个机能 去制造这样的卫星出来 然后我们其实 我们是有 我们是有这样的公司 是有这样的能力 当然完全本地公司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会公开六个月的时间 让那些有兴趣参与这个 project的公司 可以找 foreign partner 他们可以找外国公司 但是一定是要本地的公司是主要的 主导 因为到最后我们是希望是 有我们自己的本地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自己的摇杆卫星 第一是那个数据的这个安全性 我们要掌控 这个是我们讲space warranty 就是我们的航天的这个自主性 然后第二呢 我们也要省钱 因为在每一年我们是跟别人买的 几千万 一年是几千万 大概两千万左右 所以如果我们的公司 本地的公司可以制造的话 我们就用回本地的 这样就 钱还是留回给 留回在马来西亚的公司 所以这个主要就是这两个比较 重点的 就是对航空业 航天的这个focus 我还是想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政府需要我们做的 就是我们讲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就是政府作为一个整体 这个对所有的整个所有的部门都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不在好像以前的政府那样 就是说 你这个科医部只是管科学 这个technology还有innovation而已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到 政府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机制 它很庞大就很有powerful 但是同时也是有很多缺点 就是很多他们自己就是在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work in silo 没有跟其他的部门合作 没有跟其他的这个机构合作 所以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是变成很保护territory 就是一直保护自己的东西 他觉得这个一定是自己的 不能够给其他的拿去 那现在这个新政府呢 就不信了啦 一年了啦 现在这个政府呢 就是我们是要有一个叫做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就是我们会加强 部门跟部门之间 还有这个政府机构 跟政府机构之间的那个合作 所以我们很多那个 cross ministry的那个 department meeting 还有一起做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们那个新的一个 approach来的 我就叫我们的整个部门的员工们 公务员们要适应这个新的一个做法 然后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有跟很多不同的部门 在联合合作一些项目 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这个commodity 这个原产部 这个原产部我们跟他们合作 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原产部其中一个 油种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sector 在马来西亚 然后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人力短缺的问题 接下来可能五年十年会更加严重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跟他们合作 如何用科技来解决这个 尤其是债果的这个问题 因为目前来讲 很多东西都可以用科技来代替 除了债果 所以这个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做这个 如果这个成功的话 能够很大的 帮我们缓解整个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然后第二肯定就是跟这个农业部 我们合作这个解决 或者减缓了这个粮食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几个项目 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出产 不是出产就是我们研究更好的 那个米的那个种类啊 防冰性 然后这个抗病 然后抗害虫 那个更加更加 就是更加好的啦 就是更加有效的 那个是稻米的种类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是有做这个研究是做animal feed animal feed就是给飼料 对这个飼料是动物的 我们有一个项目的 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做Katum AYAM 它名字是Katum AYAM 它不是Katum 跟Katum没有关系的 它是一个animal feed来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跨部门的合作啦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跟教育部合作 就是如何推广这个Stamp Education 这个是这一个 Hall of Government Approach 然后接下来呢 对还有一个我们跟Miti在做怎样推广这个EV 怎样推广这个EV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能源部啊 做这个Hydrogen的 怎样推广Hydrogen Economy 这个就是Hall of Government Approach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是要注重五个 我们的工作的重点啊 会是五个啦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Hydrogen Hydrogen Economy 我们是去年我们推荐了那个road map嘛 所以今年会把那个重点放在如何推动这个road map吧 所以这个三月到四月期间 我们会跟这个GLC 还有一些私人公司合作 比如说我们会在这里有一个Hydrogen的那个充气站 它是流动的一个Hydrogen充气站 然后也会有一辆Hydrogen的车在这里 为期两个月 这个是起一个示范作用啦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是有一些Pilot Project 就是在原住民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原住民的村咯 我们用Hydrogen来发电 就是off grid 他们是没有grid的 他们是没有电网的 所以我们把那个Hydrogen拿来发电 我们是用这个固体的这个Hydrogen来发电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推的咯 然后第二是这个AI AI当然现在首相也一直在谈这个AI 人工智能 AI这个是跨部门的 第一是这个Digital部门 然后另外是经济部 经济部是在刚刚做了那个AI for Rite Yard AI for Rite Yard 他刚刚推介了那个 然后我这个科技部呢 本身我们会注重在regulation 就是我们怎样 我们会推出一个框架啦 就是如何有负责任的去运用这个AI 这个会在也是在这个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就会出来了 因为我们从去年我们就开始在做了的 这个是AI 然后AI Hydrogen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初创公司 就是startup technology startup 我们关注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这个technology startup的ecosystem 一个生态 初创公司的生态 所以这个也这个就只是Mosti是做不到的 我们也是要跟很多这个行业的其他的player 比如说一些我们的venture capital capitalist啊 那个风头啊 风头基金啊 这个 anjure investor那些等等一起合作 然后我们有一个比较比较是重点的就是我们在今年会推那个single window 就是single window 所有的初创公司以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不同的funding agency嘛 只是在Mosti有Mathcap KMP MTDC Meranti等等 然后还有财政部又有Bangana Capital 然后这个digital pool又有那个Mdeck 有很多 虽然是每个人负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但是其实会引起混淆 所以我们今年会推一个single window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平台一个website 所有的初创公司要申请funding的都是通过这里 然后这个single window会帮忙把他们分派去相关的那个funding agency 所以就第一它不会出现说我是一个初创公司我不懂要去哪里 因为那可能它完全没有资料 或者我们也要避免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它跟不同不同的 有些是很专业的嘛 他们申请这个grant 而不同不同的这个agency去申请 结果可能是两个agency都给它同一个project的钱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避免的 所以这个是single window 还有一个focus就是biotechnology 生物科技 这个是最后一个 生物科技主要两个 一个就是那个刚好提到的量食安全 另外一个是这个医药 医药就是主要还是我们讲那个精准的医药 precision medicine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project是做那个 好惨哦 那个叫什么 genome sequencing 就是我们人那个基因啊 因为其实很多国家他们是有自己的基因的那个银行这样的 他们分配安排了 就是做了sequencing过后了 他们就会有比如说一个数据 为什么需要这样呢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人 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啊 他们的环境啊 都很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有的比如说一些生病啊 就吃这个药啊 这个什么病你就用这个药 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准的 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些公司都是 以西方人的体制来制药了 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这个这样的数据啦 所以这个也是会在我们今年会要开始咯 当然这个以前的比如说那个人体疫苗的这个研发 我们还是会继续啦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 2024年的重点咯 这三个产相产的 就行了 这个人来说 这个人来说 右上方的这个人来说 这个人来说 这是那些人来说 大流眼的 就是我们要统开